11月5日,曾志伟、徐天佑、杨琪、邓建宏的一人出现了在香港举行的电影《魔术男》的首映室 作为投资方,曾志伟表示,这部电影的导演和演员都是自己亲自挑选的新人 影片中包含了大约100个的小魔术,而男主角本身就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小魔术师 专业技巧和本色演出令这部影片增色不少 大家知道现在其实魔术是非常的流行的,因为现在几乎很多年轻人都会玩几下 尤其是我们这个圈内所有歌手、演员、口袋里面就是没有波克牌 也会有几个铜板,还出来玩两下,这个算是教绩也是教朋友 所以由于这么流行的话,就拍一个魔术片 但是大部分的年轻人玩魔术都是用来认识女孩子 让大家去了解他,所以这个就是用爱情来包装一个魔术的电影 我只是用魔术来包装这个爱情的电影 里面就很厉害哦,差不多100个小魔术 里面没有大的,没有一说人从这里变了,走了没有了那种 就是小小的在手上的,在街头上在玩魔术看到的那种 而演员呢,其中一个新人呢,他本来就是一个魔术师 叫我来的原因,在台庆里面呢,我就是代表男子组啊 就是要告诉人家女子组有哪里的不行 所以必须要讲这种对盘 不然的话,如果要找一个诗诗文文就不用找我了,对不对? 所以呢,这个我觉得是大家的敏感 我们也是一个共作而已 其实我们觉得挺残忍的,因为大家都是行内的圈内的朋友 但是呢,必须要有娱乐性啊,有娱乐性呢,就必须要做到这样子 谢谢大家